西门协球消失消息 本赛季在华马表现出色的巴西新鲜鱼鱼鲜斯希望能得到一千万万元的明星 随着新鲜巨名校添离队 购买以及巴西西奥的生病 18岁的鱼鱼鲜斯目前已经成为了华马战争的首发球员 并且发挥及其令人印象深刻 而巴西人看起来也对自己的合同代理提出了要求 根据西门的说法 鲜鱼鲜斯希望能拿到一千万万元的明星 并且要求在合同中 将立班赛季最低出场时间条款 以及将军条款 这个不是可靠消息人 而且虽然鲜鱼鲜斯表现 确实令人观目相看 但千万明星还是太高了 再者 鲜鱼鲜斯年龄还小 现在给他千万明星 下次续约的时候怎么在场呢 事端将心都是应该的 萧特王储莫卡莫德 本 萨特王储莫否认了自己有意收购 骂莫德的传闻 根据最近的报道 萨特王储莫有意报价38亿 但收购温超还能骂莫德 不过这名萨特王储的新闻 不打听于IPIA 萨特王储莫在推特上 否用了这样的留言 萨特王储莫多推表是 关于报道的所谓 萨特王储莫电下有意收购 而萨特王储莫的消息 完全是在新闻 萨特王储莫和沙克 赌全财富基金方面 太好了商业赞助的可能 但交易还没有当成一致 萨特王储莫德 在14年前 以7.9亿英镑的价格 买下了这家豪能 而萨特王储莫事实上 已经和萨特方案 建立起了商业往来 萨特电信正是 曼联官方电信合作伙伴 所以目前来看 萨特方案是否认 收购曼联的传闻的 但所谓无分不其量 现在否认也不代表什么 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观察的 近代消息 德赫莎将成为 游场中工资最高的球员 报道称 曼联正美丽和德赫莎 坚向一份新的长期合同 而西班牙国人在续约后 将大幅涨新 目前 德赫莎的合同 将在向赛季结束后 等需 继续 曼联有力为这名男神 提供36.5万英镑的中心 一旦签止 德赫莎的工资 将超过地有封建讯 以及阿富奈张产业纪埃 相控体育的表示 曼联依然在和德赫莎谈判续约 并且愿意满足球员 35万英镑中心的要求 但目前续约还涉及到 经纪人佣金的问题 所以还要继续谈判 反正都会要一旦续约 官夫是避代长 梅玛尔的父亲暗示 他的儿子今年夏天 有可能会离开巴黎 梅玛尔的父亲 目前正是他的经纪人 而每当巴西球先开始 感达出自己对小小豪们的深情时 老梅玛尔都要出来 先帮助乱一方 最近媒体再次报道 称梅玛尔有可能会重返心下 而学员的父亲 则给传闻火盛交流 在军事替我等而俄资采访时 老梅玛尔表示 梅玛尔在巴黎的第一年 是适用的一年 体验的一年 现在他在巴黎生成好 也很开心 并且和球队一起成长 除了商品问题 梅玛尔在巴黎一直很开心 他的未来在巴黎 他现在也在巴黎 不过 你可能才能未来 因为足球世界里 感变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但目前梅玛尔正效力巴黎 虽然梅玛尔的父亲 没把话说死 但实际上 梅玛尔今下离开巴黎的可能性不大 球人也没明确表达过想走的意外 以马基二网站休息 伊卡尔迪近近被拨得了队长现彪 不过阿根平原还是出现在来国民 对三普贝利亚比赛的看台上 对此 球人的欺负均均借了曼达 纳拉解释了各种缘由 纳拉表示 我们从没队球老现场看球有过什么疑虑 我总是以队长欺负 以及一名鬼女球女母亲的身份出现在那里 伊卡尔迪任务陪着他 他的父亲也从阿根平赶来 伊卡尔迪的生日就要到了 队长线彪事件 伊卡尔迪从没有考虑过前的问题 如果他就那么想 他早就出其他决定了 伊卡尔迪总是很骄傲穿上国女的地图 正如他之前进一切努力守护他的队长线彪一样 我是从科特上发现伊卡尔迪被剥夺了队长线彪的 我和马洛塔以及奥西里奥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有曾和国女的其他人员有过会谈 不过他们没有通知过我和伊卡尔迪这件事 续约对我们来说 续约不是现在的阴心问题 我们会首先自己平静地讨论一下这件事 看看这是不是国女的问题 全市场上消息 范文有一声个迪巴拉 报道称 范文主席李蒙迪格十分欣赏游人全方迪巴拉 最近几周已经有传闻称 教明拉根廷求新有可能会离开巴拉军团 据心 国女和利益土同认被迪巴拉很感兴趣 而球人陪前的合同2022年到期 不是可靠消息人 最近关于独巴拉一队的传闻很多 但实际上都不是权威道道 哈拉帝奇还表示 独巴拉不会离队 官方 大连一方正式宣布从曼格洛西接下来 去莫伐克针场哈莫西克 大连这边终于有确认了 球人现在已经跟队训练了 恭喜一方 欢迎哈莫西克 刚超越南无略实力炮求新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